但您关心8号发生的砍压台人 遭强行送往大陆事件 12号下午两岸热线终于通话 今天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到立法院 立委是炮声隆隆 认为陆委会反应慢半拍 而夏立言也强调陆委会 已经计划派团登陆协商 最快三天内就会出发 我们绝对会努力在两三天之内成行 尽力在三天内出团 带团的人更可能到副首长成绩 陆委会打算登陆协商 这次肯雅事件45位台人 被强行带往大陆 主管两岸事务的陆委会 被立委盯得满头包 我们的司法互助嫌疑 到底有没有达到效果 中国大陆他们的抱怨是说 因为送回来之后 我们的刑法很轻 或者是因为证据不足 没有办法起 现在我们的这件事是什么 危机发生了打不通 我希望他当然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不过到目前为止 有色总比没有色好的太多 有色比没色好 但是还是没法解决问题 事情发生好几天后 两岸热线终于在前一天下午 第四度开通 被立委批评慢好几拍 就连法务部长罗英雪日前登陆 也被立委批评到底失去干嘛的 罗英雪根本就是用牺牲台湾 管辖权法理基础的条件 交换到中国去做毕业旅行 而且尚全辱国 完全无关联的部长出访后的行程 在行政院会里面也做了报告 那肯雅这是一个另外一个 大陆外交部今日的内容 将全案导向一个中国政策 我方绝不接受 这才是真正肯雅事件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一个中国政策本来就应该检讨 在政权交替的敏感时刻 陆方把司法审判主权 牵涉到九二共事一中原则 也让肯雅事件从跨国犯罪的司法问题 上升为两岸政治议题 有点TV王室凯 主持人台北报道